任何事情只要牽涉到醜聞都是大陸戒選 那如果是大陸戒選那是誰 把他抓出來 你怎麼會有個證據啊 不是嘴巴講一講 對不對 也 情勢單位也可以講啊 的確是大陸戒選 你講出來嘛 你如何戒選 可是他不人人自為嘛 為什麼只戒選你不戒選別人 他講說要結了 結果呢 今天地盤要開會 陳建仁還去 然後又說 到底結不結 要看高端 高端那邊呢 有的要說開董事會 有的要說開股東會 到底開什麼會 搞得大家一頭霧水 那我覺得就是脫了 反兵之計 在三四天選舉會選完 那就不願意再選前公佈這個內容 反正拖到選後再說吧 拖到選後公佈也沒什麼意思 你看那個TikTok上面 網路上面很多那種假民調 我這樣講現在不能發展民調 但是各種假民調 然後呢這個 偽造或是 亂造各種的數據 甚至或是把很早很早以前的民調 用這個什麼 數字啦 留言的方法來混淆選民 我覺得中檢會 速發部都應該去抓嘛 你應該要抓 你怎麼可以縱容他們在網路上這樣 這個慢 這個等於是 真的是很多啊 幾乎到了這個無法無天的地步 那到底誰在搞這個氣把 從這邊你看看 到網路上看看你就知道 那 因為柯文哲最早的時候 他說藍白河 是要理念的河 不是只是分位子的河 我滿認同的啊 那所以 那理念是什麼呢 理念就兩個嘛 一個內閣制一個聯合政府 這是柯文哲的理念 那所以我們覺得 講得很好啊 所以我們將來覺得 選完以後 是可以組一個聯合政府啊 優秀人才都可以為政府所用 那他又說這是搞氣保 這很奇怪啦 柯文哲本身就是變來變去 不過也見怪不怪了 我覺得也見怪不怪 我還是覺得說 還是要集中選票 這不是氣保 這是數學 你集中選票才能下降民進黨 否則的話 那個票品就浪費了 很可惜的